大陆关心儿童用品安全问题 山东指检局抽查 发现网路上有七成儿童推车不合格 儿童推车必须要经过一个动态耐久冲击实验 所以如果它的钢管的强度比较薄弱 就容易发生断裂 因而学步车一定要小心危险缝隙 尤其是5到12公分范围 都可能加上小朋友 另有同车则是被验出千含量超标 同车之中的千跟个往往是容易超标的 千含量的超标就容易引起 儿童的一些神经方面的肝脏方面的一些损伤 涂层当中颜色越是鲜艳 它千跟个超标的可能性就越是高 颜色鲜艳花色多样的推车 却可能隐藏危险 购买前要再三确认有合格标志 而北京抽检铜装竟然也有高达八成 没标识 它主要不合格问题为色劳度 纤维含量及标识等使用性能指标 儿童用品马虎不得 专家的说法也给所有家长参考 希望给幼儿多一层安全保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